大家好 麻煩我的BB 這麼有禮貌 和各位哥哥姐姐說大家好 大家好了 記得要加入Patreon 月頭加入Patreon 吃完整個月最好 還有接下來這個月當然有專屬直播 就是禮拜六 禮拜六重要 萬徹斯特斯打比大戰 萬城球更加要留意 八點鐘組場 專屬直播 記得要加入做會員去參與 還有今晚八點鐘有這個封音直播節目 記得要打電話進來 萬城主場輸了給水晶宮 當然要看看發生什麼事 上一場球聯賽杯用了馬列斯、史達寧打兩邊 兩邊不夠突破力 對著韋斯咸進不了球 要互射十二抹出局 萬城球迷當然期待球隊 可以專注打英超 但可惜回來英超又說鐵盧 到底哥迪奧拿有沒有責任要負上呢 看回正選陣容 他們是輪換了八個球員 其實做法是合理的 水晶宮都是虛張聲勢壓迫 壓迫力量不大 一開始的時候 萬城後場猜球都算正常 有猜過半場的路線和方法 但去到五分鐘的時候 就出現了一個失誤 搞到落後了 我們還記得 就是萬城之前 打收藍頓的時候 曾經出現過後場猜球失誤 而導致對方打反擊 而搞到失球 原因就是當時太過早做變形系統 導致變形系統超負荷 沒猜過半場的時候 左後衛太過早移入中間變形 左後衛不能協助後防線猜球 用不到後場的球場闊度 導致中堅沒有交給左後衛左邊位置的選擇 導致難以多些選擇猜過半場而失誤 但其實這次後場猜球失誤的時候 本來沒有這個問題 簡舌路作為左後衛 今天是沒有一組做變形系統 當時萬城沒差過半場的時候 簡舌路未變形 依然站在左後衛邊線的位置 中堅拿破迪拿球的時候 絕對有一個左後衛去幫他做一個傳送的選擇 在邊線後場用到闊度 而且也有防守中場的洛迪作為他的第二號選擇 所以絕對沒有戰術上、結構上的問題 可惜是拿破迪自己的選擇有事 他決定太過緩慢 推多了一步 推近了去對方那裡 而收窄了自己的傳送空間 當他發現沒有什麼傳送的路線和空間的時候 他才強行把球交給後方 但又不夠力 變成了送禮 送禮給對手 而沙夏打的反擊就立即領先到 既然輪換沒有問題 正選陣容沒有問題 球員站位沒有問題 變形系統沒有問題 戰術沒有問題 那即是哥迪奧拿沒有問題 問題就是落在拿破迪突然之間發波運 後場猜球一向都好 傳送的視野能力也是強的 突然之間有這樣的失誤 哥迪奧拿都是猜不到的了 還有曼城今天是打少過的 亦都是因為拿破迪突然發波運 可能是太過心急想將功補過 所以他就做出一個類似今季屈福特的 左後衛丹尼路斯對著利物浦的沙拉 那個就是魯莽的防守動作 頂著對方進攻球員的屁股的時候 竟然很心急地伸腳去對方進攻球員的前方 打算撩個球 一撩不到就變得很容易 頂不住對方進攻球員的屁股 就變得對方有空間可以轉身過他 2012年歐洲國家盃四強後姆斯 就是這樣被卡拉斯辛勞過了而入球 幾個禮拜之前 丹尼路斯也是這樣被沙拉過了而入球 而是拿開紅牌 因為當時他已經形成最後一個防守球員 拉斯卡爾 立即犯規的時候 當然就是洪牌 證明了,你這樣撩著腳去前面,去對方進攻球員的前面撩著球,這種動作太過冒險了 如果你不是肯定能撩著球的話,真的千萬不要做 拿破迪這次還要太高難度,球突然敵到來,突然作出反應去撩著球 時間太短,撕不及了,所以一嘗試這樣做就更加容易失誤了 拿破迪一向是比較穩陣的曼城防守球員,前一季他受傷也令曼城後防線變得很弱 所以他一向都是曼城的重要防守球員,而且他已經通過了輪換有休息 但今天突然發波瘟,難以解釋,不知道是否私生活有事呢?不知道,希望他盡快集中 其實拿破迪是差不多完上半場之前才拿紅牌 而曼城開球5分鐘就落後 所以上半場仍然大概有40分鐘的時間是11個打11個 但為何曼城都把握不到上半場這40分鐘入一顆呢? 第一個表面的原因就是迪布尼欠缺狀態 他也是今天哥迪奧娜第一個換走的球員 下半場的時候曼城的隊友都知道迪布尼狀態不行 都很少交球給他 所以我同意某些曼城球迷所說 今天可以再早一點換走迪布尼 而上半場迪布尼也很少插入HalfSpace 所以迪布尼那邊的右邊沒有什麼進攻火力 其實哥迪奧娜看到也盡了力 有嘗試叫耶穌和科登調一下位 嘗試找科登拉右邊幫不幫到迪布尼 但其實效果都一般 因為迪布尼始終做不到橋樑 迪布尼的右邊沒有貨賣 所以上半場都是靠左邊 靠最近踢到曉飛的小思華 但狀態大勇的小思華 都只能夠插入今日的禁區邊緣線 傳中的時候很多時候都未進禁區 接近禁區 或者只能夠在禁區邊緣線的底線傳中 那不是真正能夠插入HalfSpace的禁區底線 所以最後的傳中球比較難形成必入球 其實今天的這個曼城都進攻點拉兩邊 所有破密集的基本元素都有做了 但小思華都很難插入HalfSpace 很難破密集 這樣就變成真的反過來稱讚水晶宮的防守 除了水晶宮的球員硬正之外 集中經常跟著曼城的球員之外 亦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水晶宮雖然打四個後衛 但曼城進攻點拉兩邊 都很難拉開他們的後防線 水晶宮四人後防線擴張和收縮都做得很好 很多時候都能夠擴張出去守著曼城的兩邊 不會說有什麼小學雞的防守 球員入手中間是看空勢 對方的兩邊 這個問題不出現 當然也跟水晶宮左右兩邊進攻點 積極回防有關係 而且三個進攻點活力強 小小反擊就可以令到上半場不會九手必失 我們可以看到阿仙奴的明叔韋拉作為教練 指導水晶宮防守是不錯的 相信是跟韋拉本身 球員時代打防守中場有關係 水晶宮的防守穩固 變成曼城只能等到這個對手下半場疲倦 而九手必失的這種方法 但由於下半場曼城已經打少過 結果這個方法就行不通了 簡直是唯一一次找到水晶宮不小心 偶然無靈兩可的壓迫 後防線深度不夠 去打一個快攻 可惜了 科登越位吃一局炸壺 曼城今天的運氣的確是頑皮 有紅牌 有這個送大禮 有這個越位吃炸壺 但是水晶宮最終來說 都是一個很好的防守 所以始終曼城這場賽事很難入球 這是事實來的 最終水晶宮打多一個人 當然收縮來說 都不會有什麼體能的問題 所以不會九手必失 也可以打一個反擊 拉開紀錄 哥迪奪娜的責任今天不大 很多時候都是因為拿破迪突而其來的 是不理因素而影響了 加上還有很多不理因素 就是貼在一起 雷迪布尼的狀態不好 加上就是送大禮、紅牌 全部合起來 都不是教練可以控制和處理 所以只能夠習慣 就是拿破迪 以及稱讚對面的水晶宮的防守 大家如果要like這條片 記得要給個like 因為多點like 才可以令我的片 多點受到推送 我的youtube channel 才可以增長 謝謝 來到Patreon的片尾彩蛋部分 萬成現在輸了 英超的前景又如何呢? 記得去Patreon繼續支持下去 如果你都想對於何鷹的堅持 去作出實質性的支持 你可以加入Patreon 其實港幣40元都不用 就很幫到手 已經聽完所有youtube可以聽的片 也有片尾彩蛋 還有獨家的Patreon節目 包括預測和其他的節目 當然就是沒有廣告 7元美金的話 就再加上每個月兩次的專屬直播 收到賽前的陣容 再有30分鐘的直播預測 9元美金就直接有 精裝版的微觀昇華同步 現在的微觀昇華同步 就去到精裝版 是會對比本周所有的賽事 去來一些更加清晰更加精闢的評論 是不會重複 是蔡侯萍當中講過的論點 是有更加多額外的 更加深層次的分析 希望在Patreon見到大家 如果你是沒有信用卡的話 不要緊 你可以裝一個拍著照 即是Tap & Go的程式入手機裡面 或者八達通App入手機裡面 然後你就去便利店增值 就可以當信用卡這樣用 多謝大家了 拜拜